经营权之争 现在还扯出了四大势力在拉扯 不过最担心的就是股东们了 很担心权益会因此受损 一状告上法院 要提告的疑点 包括了换骨不公 还有规避股东会之嫌 明见一朵案件难防 要提醒我好好保护自己 那今天早上跟我母亲通话 她非常的气愤 当院董做邱淳之 九号才按铃控告 说她是坏女人的 林光董事长黄玉仁 十二号变成律师代表股东 按铃告邱淳之 控告的相关的罪名 是违反证券交易法 然后是特别背信 以及非常规交易 提告的对象 就是东元公司的邱董事长 以及其他人 去年九月 东元面对保家 为了巩固经营权 与华新立华 以增资发行新股且换股方式 策略联盟 股东提出两大疑点 质疑换股基准 对东元不公 损失至少数亿元 甚至有规避 股东会之嫌 提起违反证券交易法 特别背信 非常规交易告诉 东元公司回应 表示换股基准 经专业顾问提出合理性 换股程序完全合法 策略联盟 也经经管会审查 核准生效 经营权战争 比的是什么 谁的拳头大 比的是什么 谁的口袋深 当你父子打得很 厮杀得很激烈 里面最大的股东是谁 是他们原先 共同最大的目标 至于股东提告 是否也告到 东元集团会长黄茂雄 律师已侦查不公开 低调弊谈 只能说 东元父子经营权之争 扯出四大势力相互拉扯 台面背后的操作 更是让人物理看花 三立新闻 于晨虎莫 火 火 火